中国女篮对镇立陶宛比赛马上开始 中国队拿到第一波球权 少婷 漂亮 上来之后先打对方一个出其不意 给大家介绍了两张比赛 中国女篮的首发阵容 中锋是李月如 大前锋孙柏然 小前锋是少婷和赵爽 后位是杨立伟 赛前立陶宛人上蹿下跳 这很是嚣张 表示要打爆咱们中国队 那么第一节 会打成什么样子呢 咱们还是一起来看一下 那么我们虽然大比分领先了 但是我们在球上场以后 这个尽快的要能够解决问题 适应状态 然后对方打进来之后的一个打板上来 也是打进了 李月如给到杨立伟 这个球传球失误了 这种典型的发球的战术 打了一次反击 很快的一次快攻 这边立陶宛 杨立伟全场来领防 收方这种打法明显不一样 中国队今天防守 切约性也比较大 中国队防的还是很靠外的 过了半场之后 防的很大 这段于对方的外线偷篮 说话前 对方底脚出现了一次三分球的机会 对啊 要求每一个 立陶宛在欧洲也算是一支 比较强的队伍 今天能够感觉 杨立伟 追给互定孙茉然 持球往里冲 上篮打进 刚才立陶宛 那个球是算作两分了 应该是有彩虚线的情况 也表示大概 因为这个四国赛有两分 篮板球杨立伟 赵爽的快下 给孙茉然漂亮 这球少庭人给的这个防守强度 真的是可以啊 最后是中国队碰出界 还是得立陶宛的球权 对方直接传球失误了 就是怕了吗 杨立伟 突进来 再给到外线赵爽 篮下李乐主 孙茉然中头没有 篮板球 篮板球 立陶宛这边拿到了 半戒篮 篮板球冲的是很凶啊 这个球 被对方打了一二加一 这个球 篮板球确实是没有卡好位置 对方从身后冲进来 抢到这个篮板 顺势打进 加法也是罚禁了 这场比赛是无敌张立廷和高宋门 小田 这个球 双方倒地的争抢 裁判吹了争球 开局打了三分钟 确实势均力敌啊 看中队什么时候发力吧 中头没有篮板 哇 又被对方冲到篮板了 立陶宛这边确实能冲 但中国对这个防守强度也是可以的 孙孟然 给他黄平 少廷逗出来 再给孙孟然 这边杨立维直接投 三分不中 哇 这篮板球丢的太凶了呀 丢了四个前场篮板球了 对咱们来说应该是后场篮板 对方出手以后 你要首先 冲到了 冲到三个前场篮板 应该是四个了 这个数据应该是有一定滞后性 少廷 冲进来转身 给了一个阻挡犯规 中队现在是落后三分 李月如重新回来 李月如 这边少廷 对抗之后强起 没有 对方的这个大强度的防守 能够明显能感觉到影响了 这种女篮的这个出手 杨立维的一个抢断 反击 非常准的抢断 好球 这次预判是相当出色 对控制面积比较大 但是对在体能上面的要求会更高一些 这边的老板 对又出现了一次传球失误 第一节 前半节来看的话 对方的这个传接球失误是非常多 主要还是因为咱们的这个防守强度给的 确实是可以的 中国对前半节做的不好 就是这个篮板球的保护了 这边李梦好球啊 篮下卡住位置之后抢起 强壮的乐布朗梦 对让对方小前锋 篮下抢起 这也是他的这个经常用的招数了 篮板球 黄思静拿着 再给杨立维 李梦 转移到陆文 这边黄思静 忽定三分球 好球 对方被打停了 咱们是6比9落后之后 打了李梦碗一个7比0 这波追分高手还是得益于咱们不断的反击 强有力的防守 又是一个抢断 陆文 这边沈怡 给到黄思静 转身中投 有了 黄思静上来之后 这个状态真好 连得5分 出了 出了路人的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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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结合 整个传切做的还是很 征求 而且 内卡网队在这一点上意识非常好 就是一旦有人出手的时候 马上其他几个选手都会第一时间去冲下 就遏制住中国队的反击 李梦 找到陈小佳 在分离月辱 从刚才是这种抢断之后的 反击 这边陆文 再给黄思静 黄思静的上篮有了 第节还有最后三分钟 中队领先8分 老乖队球员 他在场上这个审视度是包括他这个这个节奏 进攻节奏压得非常好 没错 经验最丰富 在这批后卫 这边李登板队又出现了失误 第一节对方这失误得有七八个了吧 面对中队这个侵略性极强的防守 对方明显是不适应 拦架陆文 转进来 打板上篮 好球 中队领先10分 9比6之后 对方再也不得分了 大概有五六分钟没有得分了 中队打了一波13比0 柳队主的一个大帽 还是给了一个前场球 这球还是防下来 李梦的篮板 第一节最后一攻了 这样加压一压时间 他防得很聪明 他防小防大 你千万不能让中队压着你往篮下走 这样子你就非常被动 还是给到李梦 最后两秒抢头 三分不中 第一节结束 中国队领先10分 中队领先10分